尽管远东航空宣布13号开始全面停飞 不过在桃园机场还有代理乐陶 速雾 太平洋等多家的连航地勤业务 这些并没有因此停止 远航已经发文给代理航的客户 表示一个月后远航会成立新的地勤代理公司 以全新的模式来继续经营 远东航空停飞第一天 在桃园机场的地勤人员继续穿上制服 替旅客服务帮忙办理搭机手续 尽量让旅客的行程不会受到影响 远航虽然停飞 但因为在桃园机还是有代理乐陶 捷新太平洋 速雾 太平洋 景城柬埔寨 许多航空公司的地勤业务 对此远航已经发文给代理航空公司的客户 指出一个月后将成立地勤代理公司 继续为远航提供服务 尽管远航因为资金问题宣布停飞 但地勤服务还是能带来近账 部分员工也能继续留下来 将以不同的模式持续经营 至于转唱讨论报道 至于转唱讨论报道